来看看我们的永利策购出永利新军林及港关机各地再给予热烈掌声 捐赠仪式在新北市消防局第七救灾救护大队永利分队进行 黄振州先生来自苗栗本身居住永和 从事珠宝批发与老九的收购 过去曾捐赠苗栗县救护车 而因为有感于消防同仁的救灾救护上的辛劳 因此在许昭新议员的引荐下 再次捐赠了高顶救护车一辆 相较于一般的救护车 造价高需要三百多万 里头空间较广 有利于及时的抢救 能够多花一点钱让伤患能够在入途中 能够马上做急救 那也听说永利分队这边是高救队的消防队的弟兄们 他们的急救的尝试都非常的有一直在加强 所以希望到院的时候能够把病患的生命延续下去 而消防局长黄德钦就指出 公寓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一件成功的救护 不仅是需要救护人员的专业技术 更需要相对的仪器设备来辅佐救护的处置 以提升患者愈后及降低失能 救护车在新北市来讲 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必备的一个车辆装备 那因为新北市毕竟每一年大概有19万趟的救护 如果有好的救护车 那车上有好的设备的话 对于我们在紧急救护的过程里面 事实上对患者的这个存活力来讲 事实上是非常有帮助的 而这次捐赠的高顶救护车设备 包含了有可吸式电动抽吸器 及快速固定骨折的血氧浓度分析仪 等等高阶的器材 值得一提的是 还有小儿单架床固定装置组 避免小朋友在送衣途中 因为没有安全的保护固定 而造成移动时的二次伤害 藉由这样的救护车的配备 需要让我们永和区的居民可以享受到 而且受到更完整的服务 让我们的市民好朋友 一旦上了救护车以后呢 就能够得到安全的保障 让他这个康复以后的这个存活率 康复率能够更完整而且更延长 这几年来我们的人口的老化 什么这个很多的种种原因 这救护车非常重要 那这边呼吁 如果有心要捐赠的话 我们就捐赠这种高顶的设备好的 然后提高大家存活率的救护车 那我们一起来做善事 谢谢大家 黄振中先生谦虚的表示 希望能做起小事 为社会带来一些温暖 也期盼能为日趋冷漠的社会 带来一股正面的力量 中家新闻 陈嘉云 卢秀娟 永和藏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